前几期我在视频里面提到我这个无线麦克风不好用了 于是我就收到了好几个品牌给我寄来的松测产品 其中有这么一个Merfec WE10 Pro的无线麦克风 非常的特别 因为它居然有内录的功能 也就是说这样小小的一个发射器 您还可以单独用它当作录音笔来使用 而且它居然出自于我们都非常熟悉的一个稳定器品牌 魔爪 一般来说我不会刚拿到产品就来发视频分享 所以目前这个麦克风我测试了已经有一个多月的时间 上次那个瀑布的视频就是使用它来拍摄的 整体的感觉还不错 所以今天就来分享一下使用的感受 而且今天这个视频的全程也是由它负责收声的 如果您的预算在1500元人民币 想要购买一个一托二的无线麦克风 这个视频刚好适合您 为什么说这个内录功能很特别 它有什么用呢 在录制G10类的视频的时候 比如说Vlog 采访或者是直播等拍摄 需要全程的记录说话的声音 但是通常为了省电和不浪费内存卡的空间呢 我们不会一直开着相机录视频 录一会儿呢 相机可能就关了 在这个时候就可能会遇到对方说话了 但是我们没开机拍摄 而G10类的内容呢 通常不能再重复一遍了 如果视频的素材声音断掉了 那这个素材就会废掉 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也算是工作当中的一个失误 这款麦克风的内录功能呢 就可以完美的解决这个问题了 在发射器的侧面呢 有这么一个迷你SD的卡槽 打开录制的开关 声音呢就会被直接的录制在这个内存卡里边 即便是开机录视频的时候 声音呢会保存两份备份 分别呀保存在相机的原声和这个内存卡里边 提高了安全的系数 录制的音频文件呀还是挺小的 我用的是64G的内存卡 可以存很多的文件 完全的够用 自从有了这个麦克风之后呢 我开始喜欢仔细的去听身边的声音 并且呢尝试用它把它们录下来 虽然呢我是个拍照片的 但是偶然啊发现 诶只听声音去想象画面呢 也是个很有趣的一件事 这个无线麦克风的接收器上啊 有很多的操作按键 所以在使用的时候呢 还是挺快捷方便的 比如一键静音 低切降噪的开关 它呢有两档低切的模式 可以有效的消除一部分的低频噪音 四档增翼呢 可以设置音量的大小 电池啊还是挺耐用的 官方数据 发射器5小时 接收器8小时 它充电的速度呢 大约一个多小时就可以充满 三个头的这个数据线呀 可以同时的连接这三个设备 所以呢 外出旅行拍摄Vlog用的话呀 还是挺方便的 在我的测试过程当中呢 我会发现这个无线麦克风 它的音量呀 相对来讲要稍微的小一点 即便是我将这个增翼的音量调到6 也就是它最大的音量效果 它呢 仍然显得声音要更小一点 所以我认为同样一个麦克风 用在不同的设备上 它所体现出来的声音效果呢 是不一样的 也许用在我这台相机上 您听到的声音是这样的 那我用在我的运动相机上面 它的音效呢 又是另一个样子 所以如果您是使用相机来拍摄Vlog的话 使用这个麦克风 建议将相机内的音量稍微的再提高一点点 其实呢 我上次拍的那个瀑布的追光笔记视频里边啊 领子上别的就是这个无线麦克风 周围瀑布的声音呢 其实是非常大 非常吵的 我还以为当时拍的片子呢 就废了 结果录出来的声音效果呢 比我想象中要好很多 而且这个麦克风的重量呢 很轻 出门带着呀 也挺方便的 加在包上呢 就好了 不过说实话呀 领夹麦克风 在夏天使用的时候 真的是很尴尬 无论这个麦克风多轻 叠在T恤衫的领子上呢 它都会朝一边倾斜 麦克风的朝向如果不一样 它的收声质量多少呢 也会受到点影响 所以呢 我比较倾向于叠在我这个背包的背带上 或者呢 接上这种现实麦克风 这个无线麦克风最大的卖点呢 就是这个内录功能了 在使用中啊 这个功能特别的容易忘了关 我呢经常是挂在包上 走着走着拍着就忘了关了 好在呢 它这个内录功能不是特别的费电 所以在整个的拍摄过程当中呢 也没有发生没电的现象 在1500元这个价位 想要去买一个一拖二的无线麦克风呢 实际上还是有挺多选择的 但是考虑到内录功能呢 是其他品牌没有的 所以如果您真的很需要这个功能的话 磨品Murfec W10 Pro呢 可能就是唯一的选择了 感谢收看旅行摄影小课堂 我是艾迪 关于麦克风的推荐和评测呢 也就到这了 如果我推荐的太多的话 大家呢也不好去做选择了 咱们呢还是接着玩摄影吧 欢迎关注和订阅我的频道 咱们一起玩摄影 分享的呢不仅仅是摄影技法 更是思路和习惯 城市行者实战课程现已上市 欢迎关注和加入 eder respect 除了 尽 arr 咱们 又来 然后 回合